要下出一首合摩比例需要很多年的認識 南電社區蘇法班雖然成立十多五年 但是在蘇法老師葉清平用心教學和學院努力學習之下 每年孤立過年進展 蘇生學做社村人鄭桑社區基民 共同贏心善故贏吃新的一年 孤立過年是中國人最重視的日子 按照傳統的習慣 無論是社區、鄉頂、還是農村 加到好好攏的大村人 深深地祈求新的一年心想蘇生 祈向平安 今天是南電社區 一年一度夏村人、桑村人的活動 今天所有的老師 一般以上都是南電蘇法班的學員 他們過去已經利用六七年的時間 把蘇法勞比例練得很好 已經連續幾年 給我們正在做夏村人的服務 我們的民眾來參與 來領農中央英國的 每一年都會送一副村人 給他們加添過年的火器 這是我們扮上村人的一個活動的意義 這是南電社區無營的一天 除了一陣子 環保幾天在學中經理家鄉 要有迎接新年的社區、夏村人的活動 借活動中會典現社區 主法班一年所有的行業 同時也讓社區民眾 提早提炎過年的氣氛 我們在社區的生意手法班 也已經五年了 五年來 主要學生 大家進步很多 所以一定要有這些學生的機會 讓他們出來是怎樣 訓練 大家都很認真 很認真 我們就全心要教 他也全心要聽 在那裡會問 我們就說 大家學我們很有心得 現場有社村人的 不管是老師 還是學生 都非常用心 社區的村人 除了過這陰境 竟然有對自己過去一年 學習的減染 小庫鄉親所處 學完社區的村人 對他們來說 除了坤町 也有大家對新的一年 更好的共同期待 新中華新聞 中修主 和美蔡宏報道